今天主教學校的學生 我是中翔 這一位是嘉熙 這一位是淑欣 這一位是熙龍 這一位是日朗 這一位是我們永庭 大家好 我們今次的建築主題就是我們的學校 東充的主教學校 總共用了一個月 按照Mine Hub的比例去為我們這個學校 讓我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學校 東充的主教學校 第一間主教學校 學校於2000年 我們的後分是留多久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的介紹影片 好嗎 我們來看看 workforcesector 那之後就讓我們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的特別室啦 首先就是我們的Dream Room 我們平時想體育課的時候都有機會使用 很多喜歡健身的同學和老師 無論在小室、午餐還是放學都會去健身 就連分裂身都可以隨時回來學校使用這些設備 一個在健身室我就會想你經常在健身室的大樓上 創校的時候只有五個老師 他們是其中一個 由於開學時學生的容數少 中小學都是共同一個月的校舍 所以當時的那些老師 除了叫教中學生 還有我們也要教學生 是啊,不單止這樣 我們學校還有幼稚母 又在同一條村 像我這樣,由幼稚開始讀起 現在讀到中六 很多人都是做了十年的同學 我也是的,我都是由幼稚母開始讀的 其實我都知道我們很多人 不如新結婚之後 很多子女這個月選擇我們學校 所以我們都是遇到健身的一條六個黑 接著選擇的是我們的多用途活動中心 主要是為學校四個服務團隊提供專屬房間 分別是領袖室、學生會、四社和宗教團體 過後時段可以給學生或者相關學會 進行小組活動 而房間也設有鏡場 方便同學去彩排舞蹈 例如是四社起六位會的啦啦隊表演 同時房間也備有良好的音響系統 方便籌組小型學術分享活動等等 而我們的Minecraft 就是在這個多用途活動中心 裏面的電腦設計好的 之後就到我們的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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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除了會做民修會 做會和微山 但我們就不算 之後呢 我們就會正教育給他們做微山 那些啦 所以我們學校的宗教氣氛 真的好容易 接著來呢 就是 方門在學習中心和STEM room 選手ICT和VA的同學 都可以在課室上課 除此之外 STEM的賽事 也都會在STEM room 進行訓練和比賽 最後就是我們的投資館 不止於學校都喜歡在圖書館 外面的軍閘 又或者是武漢 又或者是武漢堂的 在一季圖書館一看出去 就在我們的大位景 那一路看書 一路享受風景 威畫、寫意又還清 而學校前面 其實就是商場 在後面上去就在我們的禮堂 連校長都很喜歡 帶圍斌去到園村的角色走來吃東西 透過今次的活動 我們都學到了很多 發揮了很多自身的想像力和反義 例如學校裏面的某些建築 應該用什麼的Vlog去起 平時沒有接觸開Mine Club的同學 同時都可以透過今次的活動 今次的比賽 可以接觸到一個這麼有創意的沙拉遊戲 同時我們都會以每兩個人一組去 在不同的學校的不同的部分 這個方法都可以訓練到大家的溝通能力 和團隊合作 同時當然都加快了我們在建築的速度 在將來我們都會嘗試 服務更多的社區建築 繼續延續我們對Mine Club的熱情 最後我們都會想感謝學校和機構的協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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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